我们已经成为大马经济效益出了很大的贡献,称如果,我们已经成为大马经济效益出了很大的贡献, 称如果不是孟加拉人的辛勤付出,大马绝对不可能蓬勃发展,甚至还扬言领导大马。 据网媒MSTAR报道,该名孟加拉外劳声称为大马付出了很多,并让大马在世界被看见。 我对首相拿都斯里安华领导的大马政府致以敬意,也非常尊重大马是个伊斯兰国,遵守大马的法律。 不过,谁才是大马的蓬勃发展背后的推手呢? 如果不是外籍人士的辛劳付出,再由宗原上班,成为割交工人,菜园工人,甚至成为清道夫,还有谁愿意做这些工作? 虽然他们是付费劳工,但是他们也得缴付和更新工作准证。 他甚至扬言,终有一天,外籍人士将会当上国会议员,领导大马。 我们孟加拉人终有一天将会进到国会,成为全民的首相。 我们外籍人士是如此的辛劳,更有能耐赚钱,不像你们大马人如此的懒惰。 与此同时,该名孟加拉外劳批评政府的无为,指控政府,只是欺善怕恶,根本就是放任宾州营与福利协会surplus主席苏菲安的恶行,让他欺压外籍劳工。 他根本就不知道,在槟城有许多的印尼或是泰国的店家,为何他们可以自由营业,当局不去取缔对付,反观我们却遭到对付? 难道只因他们和本地人结婚就相安无事?就因为结为连理,就可到处摆摊售卖食物? 我并非含血喷人,一切都是有根扭矩,而你身为主席什么也不知道。